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经营他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让他们修大成 这样做是否正确 大安法师答 虽然你这个心是好的 但是你这种想法和做法并不恰当 你怎么就知道你家里来了很多仙界的 明界的 灵性的众生呢 你是看到了 还是听到了 这些很多都是你琢磨出来的 所妄想出来的 你想多了还真的可能出问题了 那你再琢磨 这些明界来的是不是会找我的麻烦 我该怎么办 虽然你想跟他一块去听经 他能听得懂吗 你放个录音带 还在那里听经 你跟那个明界的众生都是不同的时空态 不同的业力 你能听到的声音听出的意思 明界众生能听得到吗 完全不是一回事 现在很多人说我要度明界的众生 天天给他放磁带听经 你怎么可能呢 就是世间的一只狗 他能听懂你的语言吗 你能听懂鸟的语言吗 各有各的语言系统 就是人道里面 你都听不懂那些万语 甚至一个国家里面的方言你也听不懂 各有各的业力系统 所以这些都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的 唯有福才有异音说法 众生随类得解的神通妙利 一切反复的声音没有这种传透力 没有这种让其他种类的众生能听懂的能力 你知道不知道这个问题 所以对于你一个已经虔诚皈依的弟子 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关注自己 先求自立 自立是什么 先解决往生的问题 先解决你自己的道理 福德智慧问题 你自己修行都没有功夫 怎么能就度那么多明界的 先界的众生 这些众生都比你有能力 你能就度他们吗 所以还是老师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要思维在念佛的当下 更弥陀佛在加持我们 释迦牟尼佛在加倍我们 十方诸佛在护佑我们 我们现在是要接受护佑的时候 不是说你要主动去度众生的时候 现在还不是那个阶段 两种回向里面先成就往向回向 往向前往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桩事情 等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再去做还向回向 还向 就还来这个世界度众生 这时候才可以有你这样的发心 我要度仙界的众生 度冥界的众生 但是现在你为时过早 你去做这个事情 不仅没有度这些仙界 冥界的众生 可能把你自己都搭进去了 搞得你自己昏头昏脑 甚至出问题了 所以这是不可取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